這一頁的 summary 就很快講一講 Combination 抽, Vectorial 排, Permutation 又抽又排 見到 and 要怎樣做,見到 or 要怎樣做 Select 是什麼意思 Arrange in order 又是怎樣意思 做數的 step 過程 首先要看看 order 選擇還是不選擇,要不需要排隊 另外也要看看一些重要的 key words 例如說最多兩個,包不包二,是包的 最多兩個,即是0,1,2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算 如果說at least one,至少要有一個 如果數量很大,你會發現是很長 例如7個人一組,至少要有一個男人 那就糟糕了 7個人,即是要計7個很大塊 如果是這樣的話,會不會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用total去減走compriments 我為什麼會常常強調 這個是compriments,而不是opposite 它不是相反 為什麼呢 一個我很喜歡舉的例子 就是如果我問你全班 究竟有多少個美女 你跟我說,我們全班的美女 實在太多了 多到很難數 基於這個情況之下 我不如把total減走 那些醜樣的同學 這樣就容易解些 這樣行不行呢 那就不對 是錯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現在是問你漂亮的同學 如果你把total減走醜樣的同學 剩下的那些 會有一些是中間普普通通 又不漂亮又不醜的 那你就會計算下去 所以如果你這個做法 減它的opposite是不對的 你要減它的compriments 如果它的compriments 就應該是不漂亮 代表我連普普通通的那些 我都不想計算 我只想計美女的有多少 所以你要記住 opposite 就不可以的 我們是想要 compriments 它的餘雜 所以 大個等於 compriments 就是小個 如果我是說 大個的compriments 又是怎樣 大個的compriments 記住 不是小個 而是小個等於 不是opposite 而是compriments ok 接著 這個位置 就是排次序 這個應該 做了前面的題目 應該都懂的 不再重複 大致上 這個chapter 就來到這裡 就到了